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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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笑 打到来啦 如果今天你不走去炒股 不打算发贷你真的不要做香港人啦 为什么呢 因为中港这个大赌场 这个大时代已经来临啦 大家都说 一定要走去排队炒股啦 几个多人走去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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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开户啊 你都没开户 哇 不是吧 自从九月底 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利好振兴的经济措施之后 股票一炒炒到飞天 中国股市 香港股市 全部都爆升 股民排队 尤其是现在的00后 大佬抢啊 大家都说 九零后 00后 没见过股市大升 成年了之后 然后冲啊 现在就走去 不断买啦 那些老股民 五六十岁那些 就像我那样 老爷 你真是不够胆啦 于是这一帮新兴的力量 就不单是自己炒啊 然后抢了家人的钱 拿了钱出来一起炒啊 有很多还在网上说什么 哎呀 不做事啦 不要搞那么多啦 那些是兼职的而已 翌日等我发达了 财务自由 回来才纯粹为了兴趣再玩一下 好了 见到你的外资 冲了一场 来紧贴这个市 然后见到那些小股民冲进去 不断开户 你看到大家对中国的前途一片光明啊 真是没得顶了 那你记住啦 你身为香港人 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当然是炒中国 又炒香港 中共一起炒敬他 哇 你真是要入市啦 不是怎样 发达的啊 高盛呢 这一家这样的外资公司 也早已经看到了 哇 所以他一早也是 不是很多日子 几日子 于是乎呢 马上将这个中国股票的评级 调升到超倍了 哇 真是要 买多点买多点 预计这个基准股值 会进一步会上升 受惠于中国 采取这些 果断的政策措施 而带来这个股值的影响 哇 不断会股值不断升 内媒澎湃新闻就说了 在最新的研究之中 高盛列举了 看上中国的股票十大的原因 哇 这些理由 这些原因 真是要你参考一下 大家会知道 为什么会 高盛看好 既然高盛看好 大家一起 涌迷你了 高盛说了 现在不赢 更代何时 看上中国股市 十大理由原因 大家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理由就是 政府已经量出底牌了 政府已经说了 我现在已经决定了 全力去谷起股市 不用说那么多了 而覆盖了货币政策 财政刺激 房地产市场支持 股市激励 甚至乎有借钱给你 诸如此类 超过以前 2008的 4万亿的刺激计划 上一代的领导人 不行 现在的领导人 很厉害 要股市升就升 然后就比 2015年的 A股救市计划 那些就差了 十年前 不行 现在看看我们习老大 如何炒起股市 真是兴奋 大家记住 你由一 就是政府已经量出底牌 说明 我是要股市升 你明不明 人的银子 等你们 你现在不冲进去 稍后后悔 赚少几百万 惨了 第二个理由 就是 对市场的政策反应 这一次跟以前有点不同 高盛说 过去的几年相比 中国政府政策刺激方面 更加迅速和有力 最新的 宽松政策 超出了所有投资者的预期 从而改变了市场政策的预期 在最新的宽松政策里面 中国政府似乎 已经从以往的侧重 供给侧举夹 这些措施 改改改改改 现在要需求什么 就给他什么 总之你要钱 我借钱给你炒 我借钱给你炒 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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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么高 开心 这个表明政府已经採取 很积极的有效措施来解决中国的经济 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高盛很体好 冲进去 买买买买买买 进一步刺激了 这些不同的措施出台 中国股市 更加有可能 后面有更积极的反应 与此同时 高盛又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 措施已经得到改善 那些人经常都说 搞不定 搞不定 不是 搞得定 高盛说 去看好 虽然还有些投资者 有些失望 但是不要紧的 这个火箭系统一发射 搞定了股市之后 房地产自然就慢慢好 第三个理由就是 不同的股市 和央行 不好 不要跟股市和央行 对着干 为什么 现在股市要上升 央行决定要上升 你千万不要搞玩东西 对着干 人家这么庞大的力量 玩东西 怎么对着干 9月24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 这个证券基金保险公司 互换便利首期 规模达到五千亿 总之 股票回购 增持 转寒 载贷款首期 额度是三千亿 总之 挖了很多钱给你 想回购 总之 股市就可以了 于是 政府支持钱给你 厉害 厉害 政府很想到股市涨 这些措施允许 这些措施允许 这些措施允许市场参与者 利用杠杆 杨刊的钱 提升他的资产负债表 但是大家很开心 政府借钱给我炒 多开心 炒到这些股票 继续高 恢复市场的流动性 希望重振股票 这个中国股票 肯定注定要升 当然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恒指 你看 跌了2000人 怎样 不用怕 少少回调 客气 你脱了 那你就输了 又再炒回升 马大风大浪 我都说 不会这么快就跌倒了 放心 试图 如果你买了那些 我是建议的 你记住 我说 放心 试图对中央的信心 居然是这样 我们信 对中央有信心 好了 因素第四个就是什么 你发达的 为什么 政策大转弯带来的 帐幅 很少低过30% 高盛 记住你 你不能转述高盛 OK 高盛在报告中说 MSCI的中国指数 和护芯300指数 分别较9月份 低点只是上涨了36% 和27% 实际上太少了 这个护芯300指数 自从1993年 2000至2005年 分别推出了 最大的帐幅 最集中的一次 历史表明 这一轮的帐幅 还有很多上涨空间 这些是专家 高盛 你信他 信他你就发达 信者得救 炒股发达 信高盛 十大理由炒股发达 来来来来 大家快点去抢钱 政府派的 第五个原因 就是 由日本股市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他说 即使日本 超级大红市 跌了30年 由1989年 到2003年 最初的14年之间 日本股市 其实也是 暴跌了73% 但期间有两次 红市反弹 而每一次反弹 1992年 1996年 1998年 2000年 两次反弹 这两个阶段 1992年至1996年 1998年至2000年 这两次反弹 都是由政治政策 所带动的 这个反弹 也非常劲促的 两轮的反弹分别 涨了 日元计算的 是39% 和65% 如果美元计算的 67%和119% 持续的时间 超过了一年 所以又反弹 没有贡人 这次就算是反弹 你也会抢啊 抢一大堆钱 不是说笑的 第六个原因 令到你会发达的 就是 中国 相对全球 主要的股市 就是 股值 非常低 有很大的折扬 直到10月3日 就算是 MSCI 中国 和护芯300 交易价格 分别是 11.2倍 和 13.3倍 这些 市盈率 便宜 这么低 10倍 水平 相对于 过去10年的範围 分别是 平均水平 低了0.2 和0.6 差距 基本上 是属于 中期的水平 什么要插上去 所以中国相对于全球主要的股市的股值 仍然 非常之低 非常之有折扬 所以 你要对中国有信心 比发达的市场和新兴市场 不包括中国 基准股市 是低了40%和15% 如果排除了极端的事 当然 就是 如果突然南海 又或者有核子 大战 没得说 大家 没所谓 一起回到旧市 如果没有这种事 MFC在中国的实际 价值应该比在9月中旬 的股值要高出15% 所以公式告诉你 快点入市 快点抢钱 大家一起抢 一起炒高 那你就很高兴 和中国 和中国一起 不要对着干 一起干 向着同一个方向 这就飞升了 说到第七个原因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错失恐惧症 清水凝聚在上升的空间 大家都很害怕 哎呀死了 我错失了这个机会 那就是很不值 儘管 对冲基金 和全球共同的基金 对中国的股票 持仓 现在仍然说近年 非常之低 大家要知道 快点买回中国股票 比例不合理 所以人家升你 升不了 这次是不是 糟糕 所以 你要知道 中国国内的散户 参与的程度 已经开始 一路一路提高 新的账户开始 这次和ETF的进入 都不断增加 这个同时 南向的资金 也持续流入 所以新兴市场 购买的兴趣 越来越上升 记住港股也是一样的 所以 你要知道 香港股票 将会和中国的股票 黏在一起 平平平平 大哥 一样的有点 两边都上市 没理由你那边升 那么紧要 我不升 所以 香港股票八成七八成 都是 国内的 企业 所以 一定是这样 一路上升 只要 大陆上升 中国好 香港更好 香港好 大陆也好 大家一起好 炒股就会发达 纵概股 地产股 科技股 银行股 什么股 只要有那么长时间 不要买那些二三线 三四线 那些坏东西 记住 中央要派钱给大家 十大理由 使你会发达 还有 原因八 原因八 我个人 不是很购买的 高盛华是这样 我告诉大家 企业盈利前景 已经略有改善 报告里面 就说了 高盛华2024年和2025年 MFCI的 中国 每股的收益 EPS 增长的预期 分别提高了 四个百分点 和 两个百分点 达到12% 所以 啦啦啦啦 证明了股票会继续上了 我对这方面 我有保留意见 不好意思 但我照顾给大家听 高盛是这样的 好了 原因九 美联储 为中国 刺激 策略提供了更多空间 为什么 刚刚感息 然后 他说又会再减 但是 不知道 为什么 最近经济 我都报道了很多次 美国经济 突然间 刺激 这是 现在大众一大势 大家都认同 应该会再跌下跌 的利息 于是 对中国 咦 我们可以 再把 基准利息 又再减低 将所有的 利息又再减低 又会减低 总之就是 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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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减少了 这就会发达 是不是 中国的 高盛预计 在第四季 在全款 存款的準備金率將會再調低25個基點 還會有更多錢流出來 大家一起去炒股 如果未來幾個月聯儲局再減息 這個空間就會更加大 對於2025年的預計 下調還有2個25個基點的存款基金 2020個基點 總之減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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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這麼多錢會流出去這個市場 大家就知道 這些錢當然是把股票都扔出來 所以炒股發達 厲害了 好了 原因十 中國股市在全球的投資者 投資組合來說 仍是佔一直位的 高盛 股票市場主要是 受到國內的風險的影響 對於外部的因素敏感性相對來真的比較少 因為中國基本上是關門的 你要進去買股票不是那麼簡單 好了 現在在全球的風險資產定價制度的日益同步的情況之下 股市的特殊性應該是會給配置的 資產帶來多元化的好處 這一輪的中國牛市可能會加速中國機構和散戶 投資者期待的各種資產重新配置 即是說 以前買了很多黃金的 或者買了很多比特幣 股市大升 丟掉了比特幣 丟掉了黃金 去買股票 於是 這些資產一定會配 股市又多了很多錢 又再炒上了 明白了嗎 所以這一輪的中國牛市可能會加速中國機構和散戶之間 真的會更加衝進去 不斷賣賣賣賣賣賣 你小心點 那些比特幣和黃金 會不會被中國人扔散去呢 扔了這些東西不要了 要這個的中國股票就聚得了 是啊 在之前的10月5日 高盛上調了中國的股市去到超倍 預計中國股市還有15-20%的上升空間 這個實在是 太保守了 具體來說 綜合股值、盈利、倉位等計價 高盛 MSCI的中國目標 從66美元 調升到84美元 將互深300指數從目標價4000點到4600點 從當前的水平來看 中匯報率還有15-18%的上升空間 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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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搞法15-19% 可能兩三天就到了 對於近期中國股市的上漲 高盛亦認為 兩個大因素 很簡單 一個是那段的政策措施 變了吹化劑 大家就會去 搶搶 第二個就是什麼 很簡單 永遠都有的 就是超賣 以前大家太低估了 美國人 美國人 美國基金 不斷扔掉 市民又害怕 又不斷扔掉 出資 阿爺就拿了你 現在就炒上你 開不開心 因為中國政府已經持有大量的中國股票 這是真的 之前都扔掉了 誰拿 是真真正正的大莊家 要將股市炒上去 是絕對沒有大困難的 香港也一樣 扔扔扔扔扔扔 低價扔那麼多 誰買 當然是 大佬買 大佬買了 阿爺說買了 然後現在就要 你升 那就升了 真是厲害 如果大家在這個 股市 就會覺得 他現在這個已經上很高了 二萬三都見了 大哥 會不會崩? 剛才崩了兩千點 我告訴你 中央的威貌 就是當然無存 這樣還可以 大哥 錢是他的 他印多一點給你 所以 我百分之一百肯定 不會大跌的 不會死的 不會的 如果是這樣 嚇死人 以後還需要信中央 以後還需要去賭 股票的 沒有人玩的 於是 我告訴你 中央絕對百分之一 既然他持股票 怎會讓他跌 現在 跌了一點 又開始要玩 大風大浪 大哥 你真是 你跟買就可以嗎 你跟了幾次 他大風大浪 你也不賣 哎呀 那你就聰明了 真的跌的時候 你也不賣 所以現在要嘗試 給你風浪 你先享受 你放心 剛剛才來的 大風大浪 第一次 洗襪鏡 記住 要接受一下 風浪的考驗 好了 就算現在的股市 慢慢升得到香港 升得那麼過癮 才是一個 開始 在中央的支持之下 我相信 是充滿了 上升的動力 所以我不相信短期之內 中國股市和香港的股市 會有嚴重的大跌 就算 你看看 回到2015年 當國內股市大跌 結果是怎樣 中央政府就出手了 那些手段 第一 不讓你再加IPO 不可以再增加股票 在市場上 貨幣那麼多 容易玩很多 第二 大股東 全部不准賣股 全部要 申請 向政府申請 才能在市場上 沽貨幣 那就是沒有人賣 誰知後來有人玩 有人玩 全部都拘捕了 那麼大膽玩 真的沒有死 所以你看 中央 不想股市 倒下去 一倒下去 民間輸了那麼多錢 真的有時間 搞了 所以你記住 現在 就是絕對會 上升 為主要的動力 的一個 股市 所以這個大賭場 你不衝進去 真是笨 這個高姓說 你記住 中國政府成為 左右這個大市的 壯家 絕對是 沒有可能 被這個大市 亂掉 現在唯一 大家要猜測的是什麼 就是 究竟 高位去到哪 不會說 升到瘋的 不升 你要猜猜 究竟 天花頂在哪 老闆 大家知道 天花頂 好玩很多 港股 很短的時間 在17000點 升到23000點 升到6000點 老闆 35% 計算一下就嚇壞人 因為中國的股市 牢牢 騙在中央手上 我怎麼看呢 這個容易控制很多 大致 由2750點 升到現在的 3489點 左右 香港的股市 升到3% 起碼升到60 60 30 60 差不多了 頂位大約是 44000點 4400點 即是 講上證指數 4400點 現在 1,000點的水位 你可以看著 慢慢玩 不用那麼誇張 如果你相信的話 大致 我相信 還有一段 長時間有得玩的 你放心 就算跌下來 忍著手 等下又可能會回回去 所以不用那麼害怕 除非突然間有些很大的意外 這些東西永遠都想不到 就是什麼 剛才說的 中東核子大戰 那就不要再說了 又或者什麼 台海 衝突 南海衝突 這樣 不過不用說的 現在股市正在升的時候 大家離開你了 永遠都說 不要打了 美國人不會亂打 這樣又有機會 拆得好 好了 如果你認為沒有什麼意外 這個中港股市大賭場 超級大計 絕對不會在三兩個月之內 玩完 順風順水 我就認為 三兩年都可以玩了 現在高盛大摩這些美資的 投行 才開始衝回頭 一個 調轉身 一個華麗的轉身 嘩 回到中國市場 去賭 中央要利用他們 怎樣 吸引更多的外資 一起賭 這樣才行 所以 投票一定是賺得夠錢 嘩 中港人士 當然 頭湯喝一口 老闆 絕對 有一段 不短的時間 這個派對 我認為這個派對 沒有那麼快玩完的 我相信 中央會推出一系列 接著 有利這個 中港政策 經濟政策 接著一步步把上市 再推上一點 再瘋得最重要 如果你真的有閒錢 又喜歡玩過山車的話 這次 絕對是你的好機會 中國已經有很多人 衝進去 開政權戶口 也有很多人甚至乎瘋得賣了一層樓 把所有錢壓下去 為什麼 他說要財務自由 大哥 不是怎樣財務自由 壓下去 100元變100萬 你就誇張了 博他 一年半載之後 全家人都財務自由 這樣就合理了 對不對 所以這次 是人類歷史 從來沒有過的超級大賭場故事 這個故事 我們只看已經很精彩了 如果你又下場的話 當然 天天都 心驚膽跳 不用睡得 不用睡得很軟 但是不要緊 熬一兩年 你一兩年 你就發財了 財務自由 所以 記住 你這個就是這樣的 你會令到 他會令到很多人發財 當然 記住 會有很多人破產 這是很鬆實的 你捱不住 跌的時候 你又賣了 就掛得了 大風大浪絕對是高手表現 勁秋的 伸手的好時機 恆子剛剛指現了大升大落之後 大升之後的大落 這是很凶險的 我絕對相信 將來會有更多的人衝進市場 越來越看到很多人在講股票 忍不住要衝進市場 你什麼時候開始 我跟你說 你就要慢慢決定 如果 不就是慢慢決定 你要快點決定 為什麼 早啊 即使走頭就慘過敗家 衝進去 先納錢 不用說那麼多理由 是不是 阿爺派錢 搶呀 你會不會落答呢 我不知道 如果明天由勝販三千 你的心會不會 立刻心動動 真是笨了 為什麼不想 你記住 劉定堅 不要叫你 立刻跳進市場 我說叫你立刻留意 市場 你自己 看清楚你自己的需求 你自己的能力 你自己的承受的壓力 包括你的血壓 行不行 然後 你才記住 記住 又再記住 炒股會發達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中港 大賭場 大時代 是賭的 記住 不用那麼聰明 只要 跟著中央 買定好離手 老闆 祝你好運 希望你可以在 賭場裏 真是聽他這樣說 十大理由 令你發達 醜股發達 恭喜你 老闆 拜拜 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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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財